各位同学, 大家好! 今次的好书分享是音乐科 今次会介绍的书本是 经典音乐家列传第六的贝多芬 今次我们可以了解多一点贝多芬的生平 以及他之后的一些过往发生的事情 我们可以先看看贝多芬的照片 贝多芬的照片 这里你们可以看到有三幅 由他年轻到他年长的照片 左下角是贝多芬出生的小屋 这是他出生的地方 中间那幅图的钢琴 是贝多芬曾经用过的钢琴 右边的那张照片是贝多芬的葬礼 对了, 当他去世的时候 有很多人去纪念他 我们首先可以看看贝多芬的生平 贝多芬在1770年的时候 在德国的波音出生 在他1778年 即是他八岁的时候 他已经是第一次登台去演出演奏 然后在他12岁的时候 他已经是成为了 勃朗玲夫人一家人的钢琴教师 在1786年的时候 他在12月去了维也纳 就已经和另外一个音乐家 莫扎特见面 然后在他17岁的时候 他回到他自己的故乡 德国的波音 原因是因为妈妈去世了 所以他就回到他自己的地方 去到1792年的时候 已经是他22岁的时候 他又去了维也纳 但是最不幸的事情 在他35岁的时候发生 原因是因为他耳朵有一个疾病 我们称之为耳疾 因为他对于声音的敏感 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好 所以耳疾的情况已经越趋严重了 到了他1827年的时候 即是他的57岁 那么他3月26日就离世了 离开了我们 那我们可以看看贝多芬的生平 贝多芬是一个德国的作曲家 他虽然在4岁的时候 被逼学习一些乐器 但是他在8岁的时候 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小小音乐家 因为他已经8岁的时候 就可以开到音乐会 在他11岁的时候 他就跟了另一个大师 尼菲去学习 尼菲大师觉得贝多芬非常有创作的天分 所以他在教导他的时候 也不断地鼓励他 帮助他 希望他能成为一个很出色的音乐家 我们可以看看贝多芬一生人里面 他的所有的杰作 贝多芬的作品非常非常多 我们看到例如第一交响乐 第三交响曲 第五交响曲的《命运》 甚至乎第八钢琴奏鸣曲的《悲创》等等等等 全部都非常非常有名的 我们可以了解多一点 这个《悲创》的钢琴曲 和第一交响曲 因为这两首都是在贝多芬 耳术非常非常严重的时候 他自己创作出来的 当中流露了耳术的痛苦和悲哀 但是相较之下 第一交响曲 虽然在他耳术的时候 非常严重的情况 而创作出来 但是其实这首 是充满着一个正面的一首乐曲 它是一首赞美 歌颂来恩河的一首乐曲 并且充满了年轻人的天真 和梦想的一个诗歌 在大家欣赏贝多芬的《心灵》之后 我们现在进入贝多芬的交响乐世界 贝多芬的作品 传递出一位意志坚强 傲言自许的音乐家 而人家称贝多芬为恶性 他的音乐表达出 对世间的热情和心声 贝多芬的交响乐曲的题材 和内涵十分之丰富 而作曲的手法也有很多样化 贝多芬一生之中 一共写了九首交响乐曲 而其中有几首都非常出名的 例如《英雄交响曲》 《名魂交响曲》 《田园交响曲》 《合唱交响曲》 《英雄交响曲》 在1803年 拿破仑失领法军进行 反专制君主的革命运动 打破了欧洲旧有的政治体制 令贝多芬很感动 因此 贝多芬把这首恶曲 欠给了拿破仑 但不久之后 拿破仑登基清帝 他效法了过去杀行的专制制度 贝多芬非常愤怒和失望 于是他施掉了提词尊重 拿破仑的乐譜 而根据写 为赞扬一位伟大人物 需要写的英雄交响曲 第二首非常出名的交响乐曲 《名魂交响曲》 这首交响乐曲的创作的时候 贝多芬的听觉已经严重减退 但他下顶决心要与命运抗争 于是他写了这首《名魂交响乐曲》 第一章以著名的 登登登登四个音符的乐句来开始 描述命运来临 以及勇敢向命运挑战的坚强精神 这幅图是《名魂交响乐曲》 第一个章中最著名的主题 另一首我想介绍的是《合唱交响乐曲》 这首交响乐曲也是贝多芬最后一首交响乐曲 当贝多芬发表这首交响乐曲 当贝多芬发表这首交响乐曲 贝多芬在1805年创作了他一生之中唯一一部的歌剧《斐德里奥》 这首歌剧的背景是广述 在18世纪中叶 一个西班牙政治家佛洛列斯坦 他遭受到他的政敌 比扎诺拘捕 要执行死刑 所以他的妻子 雷奥诺拉 女扮男装 化名叫《斐德里奥》 潜入这个奸牧之中 救出丈夫的经过 贝多芬创造了很多交响乐曲 而音乐钢琴小品 是比较少的 而贝多芬在1810年创造了这首 《吉爱丽丝》的钢琴小品 如果同学对于贝多芬的生平和乐曲 还有兴趣的话 欢迎大家来到图书馆 穿越这本的图书 拜拜